川普在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 没有提及他为何在弗林上任仅24天后就强迫他辞职 白宫此前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由于总统对弗林的信任被侵蚀 我认为弗林被很恶劣的对待实在令人难过 此外我觉得有文件从情报部门泄露出去 有消息从情报部门泄露出去 这是犯罪行为是犯罪 在我认知之前这样的行为长期存在 现在仍然在持续 川普表示将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通话的细节泄露出去的官员 是想掩盖民主党推选希莱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所遭遇的一场惨败 VOA 维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露出去的官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露出去的官员